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 怎么跟年轻世代的员工来做互动 各位 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请你先思考一下下说 为什么你会觉得 OK 不论你现在就是属于年轻的世代 还是所谓的年长的这一块 或者是主管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产生 而且很多的书籍会告诉你什么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会说这个年轻世代的员工 他们跟传统的是不太一样的 跟上一代的不同 各位 他们更注重的是感觉 然后他们希望大家彼此可以互相信任坦诚 而且他们很希望说 我要对目标 对我在做的事情 要能够很清晰的认识 什么叫清晰的认识就是 我要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很强调那个意义感 我很强调我每一天在做的事情 到底它是怎么一回事 各位 即便我是一颗小螺丝钉 我也要知道这小螺丝钉的功能在哪里 然后他们相信 他们觉得每一份工作 一定要具备个人的意义 OK 好 而且各位他们觉得 这个工作要有影响力 好 于是各位我们就会说 现在的年轻世代 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讲说状况出现 什么状况呢 好 第一个 他们会喜欢的是协同工作 也就是说他们会认为团队合作 其实怎么样 这很重要 他很注重团队的氛围 他想要大家在一起的感觉 好 第二个 他们会希望可以得到及时的反馈 好 就好像这个打电动玩具一样 为什么今天大家会沉迷呢 就是因为这个游戏的设计 都有及时的反馈 他会很希望我做什么事情 就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他很希望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OK 好 他们渴望得到赏识 被认同的感觉 各位 然后他们也不怕这个跳槽频繁 反正呢 如果找不到我要的 我就继续寻找 OK 好 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软技能来做协助 所以他们会上很多的软技能的课程 他们认为沟通和表达很重要 好 各位 看到这个地方 你认不认同说 年轻世代 他们是比较这样的倾向 好 如果你认同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Y 好 那么可是各位 你现在在打这个Y的过程当中 老师也要跟大家讲一个 其实说实话 好 这些事情呢 各位 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 好 为什么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呢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盲点 这个盲点是什么 各位 当我们在说年轻时代是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反过来讲 好 感觉起来 好像传统的时代 他比较 没有 独立 好 各位 那个比较独立的概念 就是说 对啊 我可以一个人做事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讲话可能比较不直接 我可能觉得把工作做好就好 然后呢 我比较忠诚度高 各位 坦白说一句话 各位 我们今天我们讲年轻时代跟传统时代 那我们传统时代是这样子 注意听哦 这个的确是可以被观察到 我们上一辈的 各位 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不同的时代 的确是可以观察到这样的差异 可是 各位老师要问 的确这是年轻时代所渴望的 但是为什么会认为是年轻人的转力呢 其实坦白讲一句 刚刚如果我们把那个调查拿掉 我们内心谁不是渴望工作要有意义 谁不是渴望工作要有影响力 谁不是渴望 各位能够有安全感 谁不是渴望 其实你也希望团队的氛围要好 好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这是年轻人的转力呢 各位亲爱的伙伴 因为答案很简单 因为 事实上 那是我们每一个内心生成的需求 不如说年轻人更敢于去追求内心的需求 好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我们的长辈 更难说出自己的内心感觉 我们的长辈 其实事实上 是很多时候更加的去 我们这样讲 那种 活得 这句话可能有点难听 可是各位你可以去想象老师的意思 就是活得更加的憋屈 那个憋屈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已经习惯的压抑自己 他们认为在职场当中 各位 他扮演的那一个角色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反而是什么 你会发现到说 我们所谓的现在的这个年轻时代 他们反而是到哪里都那个样子 那所谓的那个样子 某种程度就是什么 他们更敢于怎么样 各位就是现在我们常常讲的 他们更敢于把自己展现出来 所以你现在开始了解老师的意思 其实事实上 当我们往内心去挖掘的时候 各位我们每一个人 不论是哪一个世代 哪一个年纪 其实我们内心真正的需求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你问题是 你总是呈现哪一面给大家看而已 所以老师今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要跟大家讲 就像我们在学很多的性格分析 我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 有这个所谓十六行九行 然后四行的人格分析 很多人问说老师 这个人格分析到底准不准 我都说你要记住 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呈现出来是我们的惯性行为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你真正的自己 你不能说不是 所以我们就说不同的世代 的确有不同的价值观 各位有不同的什么 想法信念 有不同的惯性行为模式 因为生活的环境不同 从小到大接受的 我们讲说这个想法 灌输是不同的 我们会有不同的惯性行为模式 可是当你往内心挖掘的时候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们所有学的性格分析 其实各位 谈的都是表面的互动 你去分析 你的老板的性格是怎样子 然后你知道说 怎么样讲话 可以顺着他的毛讲 其实那都是表面的互动 如果今天我们更深层去谈的时候 各位你会发现到 主管的内心的底下 的那一块 其实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大同小异的 各位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与其 因此要与年轻世代好互动 不如说我们应该跟自己的内心 好好来做沟通 无论你年纪多大 都不应该离自己越来越远 所以你会发现到 各位 在年轻世代 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说 我们刚刚形容的那一些部分 因为我们从马斯洛需求理论 你就发现到了 如果我们的底层需求 我们都能够满足了 我们当然会把焦点放在比较上面 可是你要知道 各位 从这个台湾过去发展这样过来 我们的爸爸妈妈 他们那个年代 他们可能怎么样 很多的部分 在这个底层的部分 还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 他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时候 他们会先把他们需求 放在比较底层的需求上 只是久而久之 各位 那个盔甲 那个面具 他可能忘记拿了下来 所以老师要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应该要先深度的了解自己 你就会发现到 你跟所谓的不同世代 其实也会产生连结 所以亲爱的伙伴 我们是不是不会跟年轻世代沟通 其实不是 我们是已经习惯配合这个世界 所以有时候 其实你会心疼你的爸爸妈妈 有时候你会心疼那些长辈 为什么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他们很多的观念 很多的想法 他们已经在配合这个世界 而那个配合这个世界 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一种心态 叫做什么心态 叫做固定型心态 好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在美国的心理学家提出固定型心态 跟成长心态的时候 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两种心态 你一定要记住 各位 不是这个人就是固定型心态 这个人就是开放心态 而是我们看每一件事情 与其说心态 还不如说 你就是有一些事情 你是有固定的想法 所以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 只是说 如果你对每一件事情 都能够有成长型心态的时候 各位 你慢慢慢慢的看待事情的角度模式不同 然后你整个人最后也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只能说 当我们开始习惯配合这个世界的时候 各位 我们开始用固定型心态在生活 那么反而这个因为这个原因 会造成我们跟很多人的互动沟通 会产生怎么样 各位 会有摩擦 所以与其说 到底是跟年轻世代的沟通问题 还不如说 这是一个可能是固定型心态 跟成长型心态 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 所以你要去了解 你到底是怎么看待事情 当然我先讲好 不是说年长的人就是固定型心态 年轻人就是成长型心态 当然不是 很多年轻人是固定型心态 所以 只是我们常常用这个方式来谈说 年轻世代很难沟通 好来 那我们就来看咯 所以今天老师呢 帮你厘清这个想法关键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跟年轻世代员工沟通的关键法则 好 第一个 不要再分世代 各位 请你尊重个人的独特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常常 因为觉得这一个人 我很难跟他互动 所以我就会说 没办法 他们年轻人就这样 注意听 他们年轻人这样子 你就把他 我想被听到这句话的 这个所谓的年轻人 他一定不开心 为什么 我是我 为什么我要被归类到年轻人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记住 你要尊重他的独特性 你是在跟这个人沟通 不是在跟一个世代沟通 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分 他们是几岁 我们几岁 他就是一个人 而这个人呢 跟年纪 一点关系都没有 各位听得到的老师 这句话意思吗 你要记得 你的想法 就是此刻 现在的想法 各位 也很多人说 老师不对啊 这个想法 可能是过去以来 一直根深蒂固的 各位那不是重点 因为如果你觉得 那个想法 就是过去以来 根深蒂固的 那就不可能改变了 但是 如果想法 就是当下的 那么它可以 瞬间改变 所以我们在 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 把它分世代 我们就在跟过去沟通 那过去就是 无法改变的 各位这样听得懂 老师意思了吗 好 第二个 叫做 用事实说话 不要用感觉 其实坦白讲一句话 这根本就不是 要跟年纪 世代员工的沟通法则 这是跟每一个人 在一开始的 沟通法则 请你都用事实 所以你会发现到 当我们今天 有的时候 我会看到很多的主管 在跟这个部署互动 过程当中 他很习惯的 用感觉说话 怎么叫用感觉说话 就是我表达 我的观点想法 OK 那我表达 我的观点想法的时候 其实事实上 我都已经怎么样 多了一个步骤 就是我把我 自我的解读 放进去 那你要知道 其实不论是 哪一个世代的人 他都非常讨厌 别人误解他 别人用自己的方式 来解读他 所以各位 你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先记得 先用事实当作开头 然后各位 在后面的过程当中 当然可以加入 自己的观点 可是开头 你要用事实 好 来 第三个 别把态度跟能力搞混 老师今天要特别 要强调这一点 好 来 今天这一点 你要仔细听 那各位 你会不会觉得 好 我今天讲 这是直觉反应 你会不会觉得 你对于现在 很多年轻世代的 无论是学生 或者是员工 或者是 这个我们讲说 伙伴 好 你会不会觉得 对他们态度 真的是觉得 有点感冒 如果你觉得 年轻世代的 这个态度 你真的是 不敢苟同的话 OK 一到十分 十分是最佳 你普遍觉得 普遍觉得 现在年轻世代 他们在工作上的态度 你会给他打几分 OK 你自己是年轻人也OK 反正你就 你不用打自己 你就打的是整体 听清楚了 这是整体的感受 感觉 好 因为我们自己 假设今天年轻人 也会旁边有年轻人 你自己打 整体的感受感觉 一到十分 你会给他们的态度 分数几分 好 各位 你在思考 在打的时候 老师要跟你讲 好 什么叫态度 什么叫做能力 好 各位 态度是什么 其实态度 就是那个样子 好 那个样子是什么 所以各位听清楚 如果你要讨厌 他那个样子 我先跟你讲 各位 那就是他也不喜欢 你们听到老师 这个意思吗 要么就是他不喜欢你 要么就是他不喜欢 工作的内容 各位 了解老师意思吗 那个是态度上面的问题 所以态度上面的问题 是你必须要好好 跟人家的沟通 可是注意听 那什么是能力上的问题呢 就是你怎么觉得 他就是奇怪 他事情怎么做不好 他的工作态度 怎么会这样子呢 不是工作态度 各位你误会了 来我跟大家讲 你们所谓的工作态度 其实事实上 是他的能力还不足 那是要教的 各位你们听得懂了吗 可是他的表情不对 他的表情就是一副 那种不耐烦 一副吃吃以鼻 一副 各位你就很讨厌的那个样子 坦白讲一句话 那是你跟他的互动上面的问题 所以你们了解老师意思了吗 态度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问题 可是如果是工作态度 我所谓的工作态度 就是奇怪了 怎么怎么讲 他都会犯同样错误 怎么老师不细心 怎么怎么样 各位坦白讲一句话 各位 那是他的能力 他对工作这件事情 你要了解吗 各位 这个东西是要教的 而且还要时间的 所以你要记得 你不要把能力跟态度搞混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常常批评年轻世代的态度 其实是因为 他们真的还在学 然后呢 你要用不同方式 不同个性的人 要不同方式教他 各位 这是你当主管 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就是教好你的 年轻世代的部署 但是如果各位 他的态度 是跟你互动的部分 那个是你要好好跟他沟通 你们两个怎么了 他是不是不服你 他是不是觉得 对你有所 好我们这样讲 可能有所误解 但是怎么样 没有把话讲开来 各位像天主老师 这要意思吗 OK 好 第四个 好叫做 无需讨好或附和 维持自己的老派 好我们今天题目是 怎么跟年轻世代沟通 对不对 当然我在设定的 可能是OK 我们是可能年长的 那一个世代的话 你一定要记住 你不用刻意的 尤其是我常发现到说 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当老师 都想说 我要跟学生学一些东西 我要懂学生语言 我干嘛 各位其实事实上 你不需要讨好 也不需要附和 也不要去研究 他们都不需要 你可以维持自己的老派 最好的示范是什么 你在听到这一句话 你有想到哪一部 电影吗 好 这部电影呢 其实呢 就在谈的 就是这件事情 好各位 那很鼓励大家 若没有看过的话呢 好你可以怎么样 真的好好的去看 这部电影 OK 好 立朝早安 好 各位 这部电影叫做 高年级实习生 好 那你就是 那个 这个 这个电影的内容 就是那种一个 这个银法族 已经要退休的 然后突然 听到一个年轻世代的 这个 网络的这个 电商公司啊 然后要招募这个 银法族的这个实习生 他就去实习 然后后来呢 这个在过程当中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 年轻世代 跟三个世代 两个人的做事 方式完全不同 但是彼此都从对方身上 看到了 学到了 很多很宝贵的经验 OK 这是一部 这个就是 很经典的作品 然后呢 也有这个 有趣也感人 好 OK 来 第五个 沟通的关键 永远是学会倾听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各位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 因为我们 这个往往是 我们这样讲 我们都知道要 学会倾听 要沟通 但是呢 在不同世代里面 尤其是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你自己 如果当爸爸妈妈的 各位 坦白讲一句话 你真的会很认真 听孩子讲话吗 你真的会等他讲完 你再讲你的话吗 OK 你会发现到 当我们手上 我有权力的时候 那个倾听 就变得更有价值意义 那什么叫做倾听呢 好 各位 倾听有好多种 举个例子来说 有人是怎么样 真的只有听 有人是怎么样 边听边想自己的想法 然后想着 OK 这个问题 我要怎么回应他 好 那有人是什么 各位 其实根本没有听他讲完 然后怎么样 好 某种程度呢 就已经怎么样 说出自己的想法 或干嘛 各位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的 每一种倾听 其实都有他的价值跟意义 都有他的模式 跟他想要达到的效果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其实最主要是 你如果想和他们沟通 这个沟通 其实第一个步骤 其实叫理解 如果第一个步骤不叫理解 那你就是想表达而已 所以从理解再到表达 然后再让对方怎么样 也理解我们讲的 这个过程当中 才叫真正的沟通 那么我们要两种技巧 就是我们要能够倾听对方 也要能让对方倾听我们 各位 这个就能够达到真正沟通的效果 好 当然这个里面的技巧内容 当然你可以看老师 其他的直播主题 谈到非常多了 好 第六个 要比的永远是当下 无关年纪 好 这句话太重要了 我们有一个习惯不好 就是我们会去跟他比的是 我们那个时候的他 你们听得懂吗 比如说现在看到一个年轻人25岁 我们既然会去比的是 我25岁的时候 跟他现在25岁来比 各位 这怎么比 可是你这样讲 对方一定会不高兴 其实比可以 比可以 而且本来就应该比 为什么 那个比的意思就是 大家互相学习成长 所以很简单 我现在42岁 他25岁 我们比的就是现在 什么叫比的就是现在 对啊 为什么有些事情 他25岁可以 现在 他现在可以 我为什么现在不行 注意听 很多事情跟年纪 一点关系都没 真的是我们的心态 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今天 这个 你的年纪比较大 你就会注定不懂 电脑这些3C产品 各位哦 年纪影响了 只是我们可能体能稍微下降 我们眼睛可能怎么样 会有老花 但是都有很多科剧 辅剧可以帮助我们 你这样了解老师意思吗 对 可是为什么今天 很多人都觉得说 那个是他们年轻的玩意 我们可能比较怕吵 我们可能听的音乐类型 可能不同 各位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些改变 我们以前喜欢的 跟现在喜欢的 那些都有可能 但是 但是 以学习这些角度来讲 以能力的培养来讲 各位 你要比的就是 很简单 就比当下此刻 所以你听到老师意思吗 不比我们两个 现在差几岁又干嘛 就比当下此刻 他可以 我为什么不行 OK 那你就会发现到 当你把这个年纪拿开 你不要用 你这个过去的 我以前的 那个时候的你 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各位这样听到老师意思吗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都应该怎么样 不用去管这些 所谓的世代差距 年纪的差距 我们应该要彼此 真正的能够合作 因为 各位 其实事实上 真的有所谓的这个 我们想说可以互补 能力其实需要时间来做培养 就好像我举例来说 老师在大学的时候 非常喜欢英文 可是我真的出社会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机会去接触去碰 要我现在重新读这些东西 各位 我又觉得说 那我还不如想找一个翻译 想找一个懂的人 帮我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现在了解老师意思吗 当我们真正了解对方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的深度合作 然后才能够把合作的价值 发挥到最大 好 所以今天的每日力量小语 就要提醒你了 好 各位 当你觉得 无法理解对方行为时 请不要用世代不同 作为你的理由 一定要不断提醒自己 对 没错 老师就非常佩服玉品 还在不断地努力学习当中 终身学习 玉品论文写完了吗 还是现在是几年级 OK 如果还没有完成的话 老师祝福你 尽快可以拿到 还是已经 OK 但是我很佩服那些 不断终身学习 不断出了社会之后 还愿意 而且我先跟大家讲 回到校园学习 付出代价是要最高的 无论是金钱或时间 那个真的是 非常需要有勇气的 OK 好 来 那我们今天的 内容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好 大家早安 好 那今天的中午一样 我们在这个一点当中 我们会在这个 顶尖业务社团 来跟你这个直播 分享给业务的 这个主题课程 那老师也提醒大家一下 明天礼拜四的这个 晚上呢 是我们的这个 反读的推广日 然后呢 我们可以开放 所有的一个人一起 那老师会用 无限赛局的这个思维呢 来做主题 然后里面有很多 很多的这个书籍分享 也有很多的活动 抽奖 各方面的这个 我们的会员加年华 那大家呢 都可以广邀约 你的伙伴来 反正我们的这个会议室 线上的会议室 我们最多可以到500个人 所以呢 那你可以这个 加入我们的这一个 反读这个 老师有一个连结群组 里面就有告诉你说 怎么参加这个会议 好不好 那如果不知道的 好 你可以私讯我 我可以把连结给你 然后我也会 等一下我也会在这个 全面驳回的这个粉专 好 把这一个 讯息再贴文出来 跟大家讲 好不好 OK 如果明天晚上有空的话 我们就一起 上线一起 这个 学习的享宴 好不好 OK 好 那大家 OK 早安